J'étais un charmeur, solitaire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郑韵鹏 那刚才有跟大家预告了,我们第二段节目还是Live的 那但是就不讲新闻了,我们访问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 那讲真的,我也不是很了解他在做什么 虽然每次讲到游戏这两个字 大家觉得这个郑韵鹏好像有点专业 但是我们邀请到这一位 阿岳,刘宗岳,刘老师 那他本身来说是自己有合作的一间公司 叫莫宅有限公司 然后他从企划设计到出版印刷 在做什么呢,在做桌游 那什么叫桌游,等一下我再请教他一下 大家都知道桌游就是大富翁嘛 然后小时候我还玩过叫幸福人 什么非洲寻宝这种东西 那就是我小时候的桌游 那最近我也接触到几款桌游 但是我看不懂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找 会请到刘宗岳,那个阿岳 刘老师来跟我们讲这个呢 是因为上个礼拜我已经很紧张啊 因为蔡思平又要我代班主持人了 就怕那个两个小时撑不满 然后就请我们制作团队 帮我找一下主题 他们就找到了有一本书 叫游戏化实战全书 叫做Actionable Gamification 就是说可以执行的游戏化的攻略 这本书 那这一位是一个台湾人 叫周玉凯 周玉凯他所写的 他现在在美国应该算是一个 协助企业把企业的产品跟经营 然后用游戏的概念 去让他更有效率 更有魅力的一个 应该算顾问 那他有一个 他里面介绍了 这本书真的很厚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我看上周出版的游戏化实战全书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这本书不是那种一般的那种 里面的印刷字体很大 而且只印刷了一页印刷了三分之二 那种 他真的字很小 而且写很多 那个我只看了五分之一 那今天 那因为周先生 他本身也忙 应该还在美国 但是他的推荐 就是我们阿岳 刘忠岳 刘老师 他所写的 那这个主题我就有兴趣了 就说 游戏 其实大家现在讲游戏的话 都会想到 大概就是什么手游 那个游乐器 然后网路游戏这样 其实游戏的种类有很多 我最近接触到两款桌游 一款叫做 党产大亨 一款叫做 台北大轰炸 都是台湾的文创团队做的桌游 但是我也花了各一个多小时去玩 但是我看不懂他在玩什么 需要点时间去学习 可是从各方面的资讯看起来 跟这本游戏化实战全书 看起来好像全世界又流行桌游 好像又从网路跑到实体的这个世界里面来 在桌上大家一起玩 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我很好奇的地方 所以我们极力邀请到阿岳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阿岳你好 哈啰我也好 你可以讲大声一点你很害羞 OK 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玩桌游就是那种宅男 肥宅这一类的 我只是怕突然报应 你放心好了 好 那我就可以大声讲 来 阿岳刚刚我讲了一段落落等一段 然后那我的主题重点就是说我实在不太懂 那个你是研究桌游游戏都有对不对 对没错 你也在大学担任讲师 呃就是他们外聘我去当讲师 对那都是自有一道的主题对不对 对对对 游戏当主题对不对 阿我们这本书等一下再聊 好 我先请教一下游戏在我大学的时候 就是应该说数位游戏 那时候可能网路才刚开始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蛮有前景的 甚至甚至我家人 我哥哥自己还在游戏公司待过一段 哇好酷 对很酷嘛 你问了之后就就一点都不酷了 感觉上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就是我是小时候西门町长大的 OK 对然后玩的都是什么以前Sega 什么街机60块的啦 OK 5块10块这样 然后的时代 然后到游乐器 嗯 会觉得说哇那个游戏充满前景 然后而且台湾也有一些游戏公司 没错 做街机的公司对不对 但后来你会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我亲戚就在做 也在做什么时候吗 他 呃我现在不知道当初是还不错 心相 对对对 我不知道是哪一家 不知道他有在做弄 那根本不是你亲戚吧 哈哈哈 我没有去关心他 好 没关心 就说这个游戏我觉得 我以为在台湾算死掉了啦 因为现在包含数位游戏 不含手游或网游 呃不是 呃欧美的 嗯 日本好像也快垮掉了 不太行 然后不然就是韩国的 不然就是中国的 对不对 我们都变代理商了 对 对 那为什么你还会在游戏这个领域 而且去选择了一个 桌游这种实体游戏的领域这样 你可不可以先说明一下 你怎么这么拍名呢 拍名了 呃其实也没有很拍名啊 当你家里有三四百款游戏 摆在那跟那里睡觉啊 其实还蛮幸福的 我以为你要说当你家里有三四百亿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爱的工作 有三四百款游戏你可以跟他 因为台北市刚好不容易找到车位嘛 你换成游戏摆在那八十万 只怕火灾 剩下都没事也不用找车位 你说你意思是你家里面收了三四百款的桌游 对 但是那跟你可以拿来当职业 当职业哦 对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产业 我已经花十年了 嗯 大概懂一些门路了 嗯 然后自己对创作也很有热忱 然后我自己的朋友他也很有热忱 而且他在国际之间已经打开知名度了 你说刚才这个游戏化实战全数这个周玉凯吗 不是是我另外一位在高雄的朋友 哦那你还蛮多在国际上打开知名度的朋友 对 那个朋友他之前在国际的募资平台叫做Kickstarter上面 有一款游戏募到了十五万美金 你说是在台湾吗 还是在台湾然后在Kickstarter上面 国外的出版社签了他的版权 OK 然后到国际的那个舞台Kickstarter上面去做募资 做桌游的募资 对桌游的募资募到了十五万美金 嗯 对对对 是一个还蛮漂亮的数字 还蛮漂亮的 大概可以占所有桌游案件里面的 可以占到前10%的名次 我上次碰到那个 那个做党产大汉那个 他募是五十万台币都募不到 到目前为止啦 希望他加油 嗯 剩三天 大地他还剩三天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那所以你觉得桌游这个领域 嗯 在国际上面是有空间的 呃 大家觉得是利多 但是目前正在一个消长的状况 就是呃 前几天我们才在看那个美国的GDC最新 2017年 GDC是什么 就是Game Design Conference 就是游戏设计的一种大会 那有很多桌游产业的一些交交者跟领尖的分子在那边谈对产业的看法 对 他们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越来越多人想要做设计 因为设计的门槛不低 但是不高 嗯 可是能够脱颖而出的人 能够活下去的 并不多 对 然后市场的需求并没有想象中如此巨大 因为呃就连中国都在讲那个什么专注力经济啊什么的 这表示其实这个年代的人他的时间越来越珍贵 嗯 我们要让人愿意花时间投入到某一项内容里面 其实要花越来越多的成本跟力气 这没有错啊 换句话说 我们没办法用大众市场的角度去看待各个很花时间的兴趣跟嗜好 所以你们是先打小众市场就对了 意思是这样 呃之前 常为理论的那个尾巴这样 可以可以这么说 之前有个案子在Kickstart上面 他募到了一千万美金 嗯 对 桌游 对是国外的公司 什么游戏募到一千万美金 很多公仔 很多公仔 对 所以他是等于说桌游上面卖公仔 我们先讲一下桌游好了 我怕人家那个线上的朋友听不懂 以为 桌游就是桌上游戏啦 对桌上游戏 桌上游戏 对然后 所以因为是桌上游戏 不是桌上放荧幕哦 是桌上你要大家坐在一起 跟打麻将一样对不对 对有点类似 麻将算不算桌游 算了算了算了 也算桌游啦 大概是这样 大家比较好想象 所以桌游照我理论 我自己的想象 应该不会再存活在这个时代 有留下来的应该就像 扑克牌啦 麻将这种传统 传统上面可以赌博的 那个娱乐的 可以这么说 可是没有想到说 最近好像台湾到处都有这种桌游店 你经过你经过你还不知道他在干嘛 然后里面也都坐满了人 而且都还花很多钱 对 这个就是我好奇的地方了 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这样 对对对但是这些人讲真的就像刚才那个阿岳所讲的 他们并不是那个不是这么大众的高市场的游戏 但是却会获得国际资金的青睐 那他应该是那种小众 对 但是 然后 核心 对不对 他们用的名词是那个Hackle Hackle硬核玩家 这样的一个商业产品吧 这样那但是为什么会吸引人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投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跟阿岳来聊天 说不定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创业的好点子 好我们休息一下 没问题 FM9 1.7 这里是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 曾韵鹏 这一段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 莫宅有线公司的游戏企划 其他是合伙人 刘中岳阿岳 刘老师到现场来 我们谈的是 从桌游 这个大家谈一部分 然后再等一下会谈到说 怎么样让各行各业 透过游戏化可以更有竞争力 更有吸引力 我们慢慢聊 那上一段上一个节目我们谈到说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有人玩桌游 那什么是桌游 就是要坐在桌子上玩的游戏 从以前麻将不克牌这些都算什么 叫地产大亨 小时候叫大富翁 大概都算 那老师我那个阿岳有跟你请教 其实桌游 我刚刚讲我最近玩了两个台湾本土的文创桌游 我看不太懂 都花一个多小时 我记得我小时候玩那个大富翁 不需要学规则学那么久 但是好像现在的现代的桌游 不管是卡牌游戏 什么游戏王 还有那个叫什么魔法风雨会 光规则就搞很久 好像都是这样 然后但是好像最近桌游在台湾的店也越来越多 然后里面还真的蛮多人的 然后我有看一个连续剧 那个美国的连续剧蛮红 叫做宅男行不行啊 就是 他们也常在玩 Big Bang Theory 大霹雳这样 他里面也常在玩 那我看他们玩游戏就变成说我要出一张牌 然后我要讲半天讲故事这样子 然后换你出 那个是他们玩的那一款特别的现代 然后我看你的介绍里面 还有我看你的那个部落格 叫做叫做什么什么桌游戏啊 炸鱼薯条桌游戏 炸鱼薯条桌游戏 就是可能是你玩桌游的时候要吃配炸鱼跟薯条 是这个意思吗 当初取名是用炸鱼薯条给人的刻板印象 对 但是要配游戏吃 配游戏看能不能把这个料理变得比较丰富一点 对我去看了就说好像这些桌游 有些都蛮欧美的对不对 对那在台湾真的有流行起来吗 台湾有没有流行其实要从很多面向来看 对大部分为了解决年轻人他们社交的机会跟场所的话 目前桌游店的现象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有解决到 你说桌游店是不是 对因为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在台北工作年轻人 他们住的地方可能是四五坪的套房跟压房 对比较瞎想 那你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交场所除非你住公寓室 对 那不然你就得约看你要去哪里 所以 就是你会约人家家里打麻将不会很难约到人家家里面玩桌游这样 因为 讲到麻将就有点麻烦 就是大家想到麻将就必须插赌 一定要喊 一定要钱 但是桌游的玩家不会care钱这件事 他们care的是刚刚委员提到就是 为什么想要学新规则 对 因为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在讨论有一种勇气叫念规则 念规则 对我有看到你那篇文章 对那篇文章 读规则的意思 对不对 这个规则呢念起来其实是非常令人厌世的 对 念完就 那些游戏这么桌游这么复杂 光规则你这样搞半天了 对 念半天了 那为什么会有人想玩 第一个 呃大家发现 这些规则跟过去传统常见的电玩 对 或是常见的桌游 对 就是传统桌游 对 每一款都在变化 而且都不一样 对 他们是有点 求新求变的角度在探索桌上游戏的规则 那另外一方面桌上游戏的配件都是实体摸得到的 嗯 你如果是那种收藏控或是有松鼠病的人 你 哦松鼠会收果子 买到东西的感觉 那是很扎实的 虽然现在像steam的夏日特卖有很多人 不习写本 PayPal的账户都烧光了 steam是steam 对steam 最大的游戏下载平台 对对对 大家去买 他们也会收藏 那个不是桌游啊 他不是桌游 但是那个现象是可以借尽 就是其实大家想要拥有游戏 这个内容的心态是一样 就跟你刚讲说 你有三四百款桌游 跟你一起睡在一起 你就感觉很爽 还不错 有啦我也是买了好几可能好几百套那个机器人玩具 我大概知道那种感觉 因为有时候会看到委员的办公室 所以会知道 委员来你也知道 对 但是你刚讲说玩这种桌游 其实是一个光念那个规则 嗯 其实说讲我讲我懂的好了 我知道的 譬如说游戏网 嗯 游戏网卡他全世界可能卖超过20亿张哦 对不对 这个我不知道再定义算不算左右 魔法风影会不用讲 算了算了他们广以上都算了 然后最讨人厌的就是我小孩会买 嗯 一包几十块这样子 但他连中文都没有 小孩可以玩 他的规则 我觉得你那个卡又不是跟不可怕一样 就是52张 对 这个规则很不同游戏就是不一样规则 对 他就变成同一个游戏 然后卡一直出 问题是小孩怎么玩 我完全不了解你知道吗 他小孩是可以在那边噜来噜去这样子 对 但那个规则就很复杂 嗯 对 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我真的无法念规则嘛 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想要去挑战困难的规则 对 应该是这么说 对 然后那个规则 譬如说你的规则跟我的规则就不一样 嗯 对不对 然后不会吵架冰斗吗 嗯 挑战困难规则呢 有点像藏鲜啦 就是 嗯 像今天你去吃料理 你平常吃肉肉飯吃得很习惯 对 那你今天 突然间 就是你觉得 感觉好像吃了有点腻 就是 每天都吃周边的食物 对 你就会想要去试试看新鲜的 那个是 你不是新鲜的吗 你会想要自己做做看这样的 对 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 就是 诶明自己做已经到设计了 但是那些玩家很愿意就是去看规则书 然后去玩 因为他所获得成就感 看规则书喔 对 规则书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买一个游戏 有一本说明书 对 操作手册这样 对 看完然后去跑这个游戏 真的会有人看吗 因为这有点像杠杆 就是 我花这么久的时间 对 去获得的乐趣 其实就是 可以弥补那个 所以你们在玩桌游的时候 会变成说 大家是不是都要带一本那个 不用不用不用 可能是一团四个人 然后其中一个人 负责看这一款规则书 然后另外一个人看另外一款 然后互相交流 这样我听起来就 不知道怎么玩啊 就是说我同一个游戏 有一个人会教你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教的对不对 你们这个游戏是没有输赢的 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 玩家们在看规则书 不会期待第一次就玩对 嗯 他们可能第一次玩的时候 就发现 诶 那个规则好像错了 好 你在讲我们那个 我们制作人会点头 诶 对啊 他们有玩啊 你们真的是听得懂吗 真的他们听得懂 我听不懂 对啊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差距这么大 所以 没有玩而已 你玩游戏不会期待第一次就 不会期待第一次就玩对 就玩对 大家都有非常高的雅量知道 那个一定是哪边看错 那这个有没有输赢 没有玩对哪里的输赢 应该说 所有的玩家对输赢 已经不太care 我写过另外一篇文章在讲 玩家的精神 有一个精髓叫做求胜但不好胜 嗯 对 他会想要朝着目标前进 然后尽量展现出自己最佳的策略 但是呢 输了也不会care说什么 这个我大概懂啦 就是当选但是不求第一高票啦 好 可以这样理解 反正有丢丢就好了 对 这个我很难理解 你可不可以帮我说明一下 是说 譬如说我讲我认识的就是地产大赫 大富翁 那个还是有输赢 对 那那个当然就 第一次玩就会 希望玩队友输赢 对 那你们台湾有没有一个你觉得 相对来说算普遍的桌游 那是你刚讲的这个状况 普遍 任何一款都是这样 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个 大家比较知道的这样子 大家比较知道的喔 对 最近台湾人目前 有翻中文的好了 最爱玩的就是阿瓦隆 蛤 阿瓦隆 就是阿瓦隆是那个 你要什么 阿瓦隆 圆卓武士的传奇的那个故事 他们那个地方叫阿瓦隆 里面有亚瑟王啊 那个 梅林啊 这种叫蛇 梅林魔法师这样 那他们的目标是希望 去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某一方要成功的获胜三次 嗯 对 那大家 这个里面 游戏是在玩线索 就是大家透过彼此的沟通 然后透过一些规则 去了解 矮矿 矮矿也可以 可阿瓦隆现在最红耶 所有做的店都在卖阿瓦隆 阿瓦隆你脱节 你你这样讲 那听众不知道是你在跟谁讲话 就是我们的 你们不用怕阿瓦隆 他提醒了一个 矮人什么的啦 矮矿已经是 已经退流行的 你知道吗 矮矿已经退流行 这是什么 矮人就是 矮矿也是一个挖矿 他有中文吗 有有有 讲故事是什么意思 可是跟我儿子 我跟我儿子女儿睡觉 我讲故事给他们听 必须要让一半的人知道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半人不知道 我才会得到 比较好的分数 这个我好像在那个灾难 行不行有看过 嗯对有可能 对 我后来几季没有追 但是我们都 桌游是在讲 教人家说书这样子 没有你要讲一个 魔人两可的词 嗯 然后讲完之后 会有一些人懂你的梗 要牌 要牌吗 对会打牌 要牌是不是 对对对 我现在没有牌 可能比较难模拟 对 那这个好 那我请教一下 为什么这个是需要 变成桌游 比如说 发实体的卡片 或者有一个大的地图 那不能够用手机 或者用荧幕去玩吗 呃 这就是有趣的 美国最近也很红这件事情 嗯 那他们的趋势 还有很多人讨论的出来的结果 是这样 嗯 手机的确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 对 但也因为这样子 更多人花更多时间跟自己相处 反而没什么机会跟 其他人相处 对 你说打线上游戏 可以开那个语音 可以做互动 对对对对 没有错 现在还有直播的 看私讯的 对直播嘛 对对 Twitch 但能够做在面对面玩游戏的魅力 跟张力 就是看他的情绪反应 之类的 如果你现在听众朋友看到我的表情的话 就是一副嘴巴张大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状态这样 对对对 哦 哦 所以 其实真的还蛮难用 用我们现在 广播节目去表 就是他玩鬼就知道 就是说你刚刚广告的时候 你有跟我讲说 在那个 在那个教育广播电台 你其他机会访问的时候 他们主持人都懂 对 那我是算不懂 又假烤了 没关系 对 你可不可以 只是要不要玩而已 嗯 对 那玩了 玩这样的游戏大概 成本 多少 成本如果你不倾向购买的话 你到最后一天 大概150 或是200 一天150 不太懂 你坐在那一整天 坐在那个桌游店 对 有些店会有人来教你玩 有些店是属于不教的 就看他们自己的政策是怎样 那不教 反正我不用自己带游戏 我去那边 他们都准备好 准备好 三四百款在那里 那谁跟你玩 呃 如果你有团的话 你有朋友一起去 对 那就是跟他们玩 那如果 比较边缘一点 你就可以跟别人凑作 可是你又什么都不懂 谁要跟你凑作 这不是像打篮球 说我去报个队就可以了 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跨出自己的感觉 就还是可以去找别人一起玩 现在台湾到处都有桌游店吗 其实台湾的桌游店密度应该算全世界最高的 你是说真假 我不在讲便利商店 我在讲桌游店 真的吗 这个 这个是真的 这个你又引起我另外一个好奇 台湾的桌游店是全世界密度最高 对 这个我真的不理解了 但是我 我认为再问下去要花点时间 对没有错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来跟你请教 我真的越听越迷糊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没有 POP大国民今天轮到你 FM91.7 这里是POP大国民节目 那 真不好意思 我访问了半个小时 阿岳在讲桌游 我还是有听 有听没有懂 那就在节目刚才休息的时间里面 那个 我们上一段节目 Amy姐的气质 博伟对不对 他乱录 他说他们都点头 他说有在玩这样 提供我一些游戏的名字 所以因为我招架不住了 好 然后我就找一些懂的人 来一起来讨论 那个博伟你好 嗨大家好 我是博伟 有声音吗 有有声音 然后阿岳你们 来戴个耳机才听得到 那个 现在这段就三个人一起聊了 那个 因为桌游 刚才 刚才那个 我们上一段节目最后有谈到说 阿岳说 台湾的桌游店 应该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 这个我真的很怀疑 阿岳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个台湾的桌游店真的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地方在台湾 曾经有一度被桌游 曾经有一度中国是最高的 曾经中国是最高 那现在台湾 你怎么判断是最高的 呃 就密度 对 你怎么判断最高 怎么判断 因为前阵子 有一款游戏叫三国沙 它在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大红 三国沙 三国的 三国制的那个游戏 对对对 跟三国制的游戏 那个阿伟 伯伟你有玩过吗 有我玩过 然后 它短时间内在上海开了一千多家沙坝 就是专门 为了这个游戏叫沙坝 就是 就跟我们的网咖是不是一样这样 对有点像 就是里面一张桌子摆一款游戏在那里 整间店就只有那一款游戏没有别的 然后 后来进入一波海啸全部倒光 那就没有人在玩了吗 有 现在就是走比较正常的桌游四号的发展 就是很多 跟你刚讲很多桌游让你选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所以 那现在最红的桌游是什么 在台湾 很难讲 你刚讲那个阿瓦龙是不是 对阿瓦龙 那个波威你有玩吗阿瓦龙 我玩过阿瓦龙 就是一个比较比心机的游戏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吗 没有一款不比心机啊 他就是一个要隐藏自己身份 然后要去拆穿别人 嗯 然后要彼此用话术去就是勾引你 欸你到底是谁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样子 那阿瓦你几岁 我二十七 二十七那阿瓦你几岁 三一 好我四十五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周边的差不多的同事 或朋友同学很多人在玩桌游吗 呃我的朋友圈是蛮多的 蛮多的哦 嗯就从大学开始一直到 开始出来工作都一直会有朋友 会相约去桌游店 所以差不多十年左右对不对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出社会 五六年啦 十年不敢说 哦你二十九要三十八那五六 不要装年轻 所以 我自己是玩十年了 玩十年是不是 所以是算是一个趋势 从那时候大概是手游刚开始 对不对 五六年十年左右 手游刚开始 可能差不多 所以才是桌游开始在台湾 比较有人在玩 嗯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 所以有点逆流 本来大家 我认为都是应该是手游的时代了 嗯 游乐器 什么PS3 PS4 什么都快倒了 结果也不是那个 游乐器也活下来了 手游也活下来了 但是还有人在玩桌游 可能就还有另外原因就是 大家开始追求他 娱乐的品质 嗯 因为手游有非常多 换皮的游戏 他基本上都在 想办法勾引你进商城去消费 换皮的游戏是什么意思 换皮就是今天我这个 玩法套三国字主题 然后一款新游戏上了 下一次 所以 套个奇幻主题又上了 然后一模一样 就是像那种怪物弹珠这样 一堆弹珠不同的弹珠游戏这样子 我的感觉是 桌游会跟手游和那个 电脑游戏不一样 主要原因是他人的距离不一样 对啊 那你们这个年纪会希望说 人跟人之间距离要近一点 就是我们会一直觉得 呃就是对 手机和电脑这种事情 让人的距离变远了 对 但桌游这个东西不一样 他反过来 他不是跟大众玩 他是你找你的朋友玩 对 或是甚至你跟陌生人并桌玩好了 对 但你都是要在同一个桌子上 然后你们要直接语言的沟通 嗯 直接的讲话 然后彼此你知道眼神肢体 都会泄露出那个游戏的一些端倪 有不同的趣味 对 那个跟你用文 就是你用电子啊 就是手机萤幕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他 呃在这个电子的时代又崛起回来 是一个关键 嗯 就是那种 呃一样有游戏有竞争 但是是人跟人在一起这样 对而且他把它画成很单纯的就是 呃你自己要去计算说 哎哟你要你现在走这一步 那你在想什么 那你一定是代表什么 那你们会不会玩到 那个吵架这样 会 有时候会 多少会 吵架 正常的 那会不会有金钱的输赢 呃 比较难啊 因为他的那种 难算钱 对 比较无法用金钱衡量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打麻将 啊 其实你要说话 麻将也是广义的一种 卓友的一种 没有错 也算一下也没有错啊 对对对对 只是麻将他可能就是一个 逻辑记忆的 对 他就是玩这个 可是桌游的 选项和设计 现在越来越多了 现在有些在玩语言 对就是不同的 游戏选项 对有些玩一玩之后 我们可能会开启一个聊天的话题 对 就我们三个朋友聊了聊 就哎 莫名其妙我们开始聊起别的事情了 嗯 因为我们玩的桌游的某个词汇 嗯 就勾引了我们别的事情 然后某些记忆 他就变成一个聚会的一个 就是 就是 一个开关 主题就插开来这样子 对 他有时候不只是玩游戏的 嗯 变成一个社交 那这跟 这跟立法院在省法案差不多吗 呃 蛮像的 蛮像的 对的确 是这样子吗 我们常常用 用 那个游戏设计的角度在检查议会的运作 蛤 是会像我听起来你们的桌游 所以我们就看得出来 哪些委员目前的动作是在做什么 蛤 所以 整个桌游的 因为也五花八门了 那我就回到这个桌游的这个现象 你们会觉得桌游会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厂业吗 就两种 一个是做游戏 一个是做桌游店 嗯 对不对 那桌游店 那你们刚才听那个阿岳讲说好像台湾已经很多了 台湾密度是最高的啊 嗯 然后所以他大概会赚钱 那但是那你在做桌游的游戏 嗯 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有办法赚钱吗 除了说在 那个那种 Kickstarter 或者什么Flying V是不是 嗯 或者像那种 你集资这个不算赚钱吗 嗯 对不对 你说真的会卖到会赚钱吗 要看赚钱的定义是什么 嗯 因为像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例子 他一个案子也是拿了一千多万美金 那他还去生产啊 对 这个不代表是赚钱啊 那会不会赚 可能会 因为他 这个案子里面累积了两万个铁粉 嗯 这个 这个产业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 国际级的铁粉 铁的程度比你想象中还要夸张 但是他就买一套游戏 然后就是这个价格 然后 他还会买很多套吗 下一次这个厂商会再推出新的游戏 对 那这群铁粉就会变成基本的客户 哦 所以他会买很多种不同的桌游这样 对 那个博伟你会买很多游戏吗 嗯 就是玩到一个特别经典的 就会想要买下来 然后之后可以带去哪里跟朋友玩 就会买 那博伟你一个月啦 不要说你一个月大概会花多少钱在桌游上面 哦 包含去场地 会买 嗯 大概两百块上下吧 如果一个月平均的话 就像美金来讲台币啊 他讲台币啊 他讲台币啊 那怪不得他们这些做游戏人活不下去 对啊 他不是真正的需求 嗯 他刚提到的点其实没有对错 但是他在反映一个是现象 就是台湾人需要一个 台湾年轻人需要一个聚会的场所 聚会的场所 嗯 啊桌游刚好解决这个需求 所以有点像租书店那样啊 就是说你不要买书 但是 对 对 像我另外一个选择 对对对 嗯 诶 听起来开始有点道理了 好 嗯 那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来 清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OP RADIO 是我氧气 HOP RADIO 就一起 才一起 FM91.7 这里是PUB大国民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郑韵鹏 我先来看一下我们网路上的那个留言板 有一个访客没写名字 他说桌游若碰到逻辑和口才好的高手 真是过瘾 那就表示他有玩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客 Simon Z 他说我玩过一个要盖房子的 要盖房间的桌游超难 还真的是有蛮多人玩的 而且好像他们都有不同的 你像碰到逻辑跟口才好的高手很过瘾 那个表示说 他讲的是阿瓦隆 只有阿瓦隆吗 这个现象阿瓦隆的玩家特别明显 他们可能玩半小时然后检讨会开一个小时 所以说不定玩的那些人都是在台湾的那个都是 考试都前几名的那种 不一定啊 对这个也很难讲 不一定 对 怪不得或在那种就是我就是宅男行不行的影片里面那几个 那几个科学家都蛮会玩的 好那最后一段 我跟阿瓦隆请教一下 就说你是研究游戏的 我刚讲的游戏化实战全书 刘玉凯仙他写这一本 但是教人家在产品或经营上面怎么样把游戏的元素加进去更吸引人 对 那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来说明一下 因为第一篇的序就请你来做说明 好 那这本书呢 所谓的游戏化实战全书 他主要是 要怎么讲 总结了他花很长时间做研究的一个成果 嗯 他比较不像传统那种商业趋势的大师 对 看到一些趋势就开始整理重点 对他不是 分享给别人 他其实花了很多苦工在做这件事情 他也是应该哈佛的高材生对不对 我不确定 也玩过游戏 反正就是 至少他是一个玩家 OK 谈游戏一定要当玩家 对然后他 他这个教人家把这些 什么工作 教学 健身行销 产品设计都变成游戏化 他现在在美国演讲的 他当顾问嘛对不对 对 他的那个演讲筹楼还蛮高 对不对 嗯 没错 就好像有到上万美金一场 对对对 就跟美国总统去演讲差不多 这样 有点夸张 对那在台湾像你也是专研这个的 所以他寻写去 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企业需求 企业需求吗 就是说 譬如说 我看他有讲说 像Nike 有把那个健身游戏化 对 对不对 然后麦当劳把吃薯条游戏化 这个 这个行销案子在台湾有做过 也有做过 有效 也跟美国一样效果吗 呃可能有 嗯 这没有明确的数据 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 嗯 但是呢 这些现象在台湾多少都会有 像全家的集点啊 或是Seven的集点啊 这也算游戏吗 这也算 他们背后缺少了一个核心精神 就是郁凯在这本书想要点出来 就是 大部分的游戏化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台湾 嗯 他们都太注重外在奖励跟酬劳的 的设计 那不然要说是什么 他这一本讲的叫做人本设计 就是你应该 因为动机 要有个使命感 动机有分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外在动机 对 一部分叫内在动机 对 外在动机就是当奖励不见的时候 你这些人就不会想要去追求那个目标 对 那如果没有奖励还愿意留下来 这种 他就是内在动机很高的 就 譬如说我看到他有写的是像那个 维基百科 嗯 也有些死忠的人 对 他们就成立了自己自发性的组织 然后固定聚在一起 然后去校正 对 然后他说那个 美国的研究说 如果你放一个彰化在上面 1.7分钟之内就会被他们拿掉 但是他没有任何奖励这样 对 然后也有人做 对 这个也是在你们所属于的 你们所分类的游戏性之一吗 他这本书应该是这样讲 他观察了很多过去的商业案例 或是公司营运的方式 还有一些行销之后 嗯 试着透过游戏的观点 嗯 去解释 这背后是怎么跟他八角理论做结合跟整合 嗯 那八角理论分成八个部分 我觉得这只是做初步的分类 对 如果你真的想要理解这个东西的话 嗯 要把后面那个 黑帽跟白帽 还有左脑跟右脑 嗯 这个部分 做深入的理解 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他会归纳出这个 嗯 因为他其实开宗名义第一章就打脸 对 说你那些点数啊 奖励啊 或是KPI 那都是假的 对就是现在的游戏 不管是哪一种桌游 主板是手游或网路游戏 都是说 你你你多久之内要回来 对 然后他就给你什么抽奖啦 对 他们叫抽卡嘛 然后那种机会 制造你的黏着度 对 我也这样玩了几个游戏 真的是有点烦死 我早上六点就起来抽钢弹 对啊 那你们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长远的动机 要追求长远 其实很难去衡量什么叫做长远 好 但他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他能够有效的去引发人做行为的改变 然后持续一段时间 这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 那常常去诉诸那个外在动机 比方说我拿一个目前台湾的高等教育的 工作人员非常困扰的一件事叫做 那个论文点数来讨论好了 这个东西呢 以游戏化理论来看 它是一个很棒的游戏化 哦 这个论文点数也算游戏化 可是玩家们并不开心 这是一个强迫吧 对 玩家们并不开心 玩家就是说学校的教师 对 他们并不开心 嗯 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那如果以你们的想法 就是说他把它游戏化 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正面长远的动机 第一个 关于高教的部分 我没有做太多实际上的研究 但对于小学生 我们常常去教小学生玩游戏 所以我们会常常做这种事情 比如说我也听说他们用要学生来评比老师 对 这种是互评的机制 对 但是这个反而更困扰 就变老师都要讨好学生 呃 这就很像政策的设计 应该这样讲 就是 你政策的设计 它里面也讲 就是你做这些案子设计 你必须要有游戏设计的经验 嗯 你才有办法操作这些 因为他一开始打脸的部分就在讲 那个 其实很多专案经理或是那种主管在执行游戏化方案 他脑袋里面根本没有想到游戏这种东西 台湾 如果以台湾来看的话 应该大家小时候 又现在的主管 如果是以55岁60岁 嗯 他们小时候算穷 对 所以根本没有游戏的经验 对 我也常问过这些高等的文官 或是文官 嗯 我说你们会去看电影吗 不会 他们没有娱乐生活 这也不能怪他们 对这没有办法 台湾才刚开始富裕有休闲生活 嗯 可是我却很意外是说 像你刚讲的 台湾会是一个 桌游的一个浴城或试验市场 对 这个反而我很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 国际会把台湾当作一个桌游的 呃 试验场地 然后 在这边设计 在这边 呃我刚讲的是电玩 电玩 桌游还没有到 桌游还没有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很很妙啦 嗯 但是那所以 整个台湾都有很奇妙的所在 对 那也希望说阿越你们在 把这个游戏化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以推广到台湾企业 不然我觉得台湾现在遇到瓶颈 好像大家 除了电子业代工之外 都不知道做什么这样子 嗯 嗯 我们试着想要跟企业们讲这种东西嘛 但是 目前 呃 台湾的企业结构的状况 要接受这个东西 可能 你先 身上还先镀点筋 嗯 ok 所以希望今天阿越 刘忠岳 可以 可以 好 好